我們寫了一個叫 習近平新大戰略聯俄抗美 習近平新大戰略聯俄抗美 中國向美國毀台計畫宣戰 那大家看到我的標嚇了一跳 什麼是宣戰 其實我的概念當中 我們不管是從儒家 這個道家老莊的學說或者是法家 很多時候的戰爭跟和平 是一體的兩面 戰爭就是和平 和平就是戰爭 其實在和平的時期 天天也有戰爭啊 經濟戰 科技戰 甚至於文化戰 甚至於我瞪你一眼 你瞪我一眼都是戰 所以呢 大家不要被我的這一個標嚇壞了 可是呢 我就是在告訴各位 其實中國現在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戰爭的問題 如果非不得已要用戰爭的問題 來解決戰爭的問題 但那個時候也要去面對 那我有一個很聰明 我有一位很聰明的朋友啊 他跟我分享一個觀念啊 他說啊 大陸本身是不會打台灣的 在特定時空背景之下才會打台灣 可是在現在 他是不會打的 他是不想打的 道理很簡單 我相信各位也會認同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你打爛的台灣 把台灣打得稀巴爛 變成一片焦土 對大陸有什麼好處 大陸收回一片焦土 一片廢墟的台灣 那他有收跟沒收一樣 啊那所以 現階段在 除非是特定時空背景之下 否則的話 以目前的現狀來說 他是不會打的 但是他說啊 我這位聰明的朋友 他說千萬要擔心 美國會不會搞花樣啊 逼得大陸不得不打 啊措手不及 然後呢 給你出一個狀況 讓你在這樣的一個特定時空之下 非打不可 那就像是蔡英文上台之前不久啊 大概六七年前 我相信島內的朋友應該都還記得啊 我不知道國外的朋友是不是 還有這個印象 就是在19 不是19 我們這種19年代出生的 老是會回憶過去 總是會講19 2016年的時候 蔡英文剛上台不久幾個月以內 好像就發生了一個事情 台灣的這個海軍 有一個士官啊 按錯按鈕 不曉得是按錯按鈕 還是那天心情不好 還是喝醉久了 不知道還是吸了毒不曉得 反正呢他就按錯 他就按了按鈕 然後那個雄風導彈 雄風飛彈就飛出去了 還好呢沒有打到對岸去 可是那個雄風飛彈說老實話 在特定的狀條件之下 他是有可能打到對岸去的 那天非常幸運沒有打到 沒有打到大陸去 所以沒有造成太嚴重的意外事故 那他就說 連我們的雄風飛彈都會誤射 那其他的情況是不是會發生呢 難道不可能重演有意的 或者是故意的誤射嗎 或者說是其他的擦槍走火的狀況 各種的情況都有可能啊 那所以呢他說啊 我這位聰明的朋友他就講 他說所以大陸現在啊 他也很聰明 他也很有智慧 所以大陸本身不斷的強調要交流啊 疫情結束之後不但交流 而且要大大的交流 那就說明呢 大陸其實呢 看出了美國的陰謀 美國的不良居心啊 看出來了 那所以呢 他們就是大陸看出美國在 希望能夠主導戰爭 拱火戰爭 那希望兩岸開打啊 然後他可以漁翁得利 同時呢阻止 中國的統一大業 同時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 讓中國崛起不了 讓中國沒有辦法趕超美國 那所以呢 我這位朋友就說啊 必須有防止戰爭的機制 那大陸呢 他怎麼防止大陸的機制 防止戰爭的機制 他說這個很簡單 他就開始大交流 他認為這個大交流 就是一種好意 就是一種善意 同時也是防止 美國不良居心的一種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有沒有效 不曉得 比方說大陸跟台灣擴大交流 然後有很多的路客 大陸的朋友來台灣旅遊 或者說是經商 或者說是考察 來的人很多很多 然後你要怎麼打 這就有點像是不能打 就是你到這個廚房裡面 都是盤子啦碗啦 還有一些廚房的器具啦 你如果在廚房裡面打架的話 一定是打得稀巴爛 一塌糊塗 所以不好打 那所以大陸本身是不想打的 但是我們這個今天的大標裡面 有講到毀台計畫 這個毀台計畫 就是美國的心態有問題 不管現在拜登他是不是否認 或者說是美國的官方有沒有否認 我覺得既然有這個風聲 無風不起浪 空穴不來風 那所以毀台計畫的心態 總而言之呢 是一種不良居心 就是美國毀台的心態 在毀台的心態 招攔若揭的情況之下 所以總而言之 大陸對台灣呢 採取這種大交流的方式 政策 代表大陸 他還是非常堅定的意志 希望能夠用和平的方式 來維持交流 同時能夠達到和平統一的終極目的 那這個對兩岸的和平是好事 那前幾天 因為我有事情啊 這個打電話跟一位老 跟一位老將軍啊 他也是經常 在台灣的節目上出現了老將軍 我跟他有事情跟他請教 那他就很感慨 他很感慨 他年紀比我大好幾歲 那我們這一代 1950年代出生在台灣的 跟老將軍 他們1940年代出生在大陸的 我們這個備份有差 我們的時空背景有差 我們面臨的客觀環境 客觀條件也有差 那我們這一代 雖然是1950年代 我是1956年啊 我們這一代1950年代出生的 這一批人叫做戰後嬰兒潮 什麼叫戰後嬰兒潮 顧名思義 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爭 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 好聽一點是洗禮 難聽一點是磨爛 苦難悲痛 那這位老將軍呢說 國民黨跑到台灣來 我們就是親美的啊 我們不親美怎麼跑到台灣來呢 所以沒有什麼以美親美 或者是反美的問題 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存在 而是反對什麼 我們反對的是美國的霸權 我們反對的是美國的鷹派 好戰的那一批人 每天喊打喊殺的那些人 可是我們對一些愛好和平 真正愛好自由的美國人民 我們是打開心胸 我們是接受的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